进入新的一年 但是澳洲继续受到热浪侵袭 更是出现了极端高温 造成野火失控 全澳洲有500万公顷 大概1.5个台湾大的森林土地 被火烧成了灰烬 甚至野火最严重的新南威尔斯省 大概有30%的吴伟雄都已经葬身火海 而面对这样的气候变迁危机 澳洲政府迟迟拿不出应对的方式 澳洲总理莫里森更不断地表示 澳洲不会放弃庞大煤炭产业 而饱受外界的批评 澳洲野火火烧森林 火蛇不断窜出 又在强风助长下打火一下蔓延到其他地方 离火最近的消防人员拨命救火 恐怖 非常恐怖 没有必须要接近 如果要去除外 这不值得 而在地广人稀的澳洲 大多数上到野火前线救火的 其实都是地方一宵 这些没有拿钱志愿救火的一宵人员 没日没夜救火只为了守护社区家园 却有多名一宵因为救火丧命 但是面对气候变迁危机 澳洲森林野火从进入澳洲夏季以来 超过两个多月都无法有效扑灭 烧掉变成灰烬的森林土地面积 竟然是1.5个台湾大 这让澳洲民众把怒火朝向政府 澳洲总理莫里森 一直主张澳洲为了经济发展 必须选择煤炭传统产业 虽然澳洲并非碳排大国 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煤炭出口大国 澳洲煤炭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 对于澳洲出口的煤炭 造成全球碳排量的7% 一校人员在为吴伟雄喝水 但这已经是个生态警讯 因为吴伟雄光靠油加粒数的 树叶水分就算足够 如今却在淘水喝 等于野火肆虐 伤害了吴伟雄的生存环境 食物来源大幅减少 重创吴伟雄野生生态 吴伟雄被野火灼伤哭嚎 动物医院更急满吴伟雄伤患 澳洲环境部在12月27号 公布的灾情报告显示 野火最严重的新南威尔斯省 大概有三成吴伟雄已经葬身 胡海成为澳洲近30年来 最严重的保育灾难 澳洲面临有史以来最热12月 12月中连两天冲破历史 均文记录达涉事40度高温 但澳洲面对前所未有气候灾难 政府面对拿不出气候政策之一 恐怕澳洲野火下的牺牲品 不只是现在还有未来 面对气候变迁危机 未来海平面上升 以及暴风和水患都会越来越严重 美国估计有4100万人就住在洪灾区 于是美国的纽泽西州 就开始了一项名为蓝田计划的撤离计划 当局就把朝间低洼定区就定为洪灾区 政府会用淹水之前的房价 去买下这些洪灾区的房子 如果屋主同意把房子给卖了 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钱去搬家 留下来的房子会被政府拆掉 而且能化为禁止开发区 而纽泽西州六年来 已经有700栋的房子 在这项计划之下被拆除 怪手拆屋白色房子的墙面 整片崩落 美国纽泽西州大举拆除民房 看着租了超过半世纪的家 回忆瞬间变成废墟 太崔西亚老奶奶不舍却还是接受 因为气候变迁下 到本世纪末还平面将上升1.1公尺 而她的家美国纽泽西州的 伍德布里奇小镇 正是暖化下的空灾区 全美国有4100万人 恐怕江城气候难民 2012年的山堤飓风 更是横扫美国东岸 冯雨就烟的纽泽西州 居民苦不堪言 不论盖堤房建防水闸 架构房屋 统统都没效 当局因此推行一项蓝田计划 将潮间低洼地区定为洪灾区 过去盖防洪设施的经费 则是用淹水前的房价 去买下洪灾区的所有房子 屋主同意卖屋 就能用这笔钱搬到其他地方 而留下的房子会被政府拆除 光是纽泽西州 六年来已经有700栋房子 被政府买下后拆除 把土地重新还给大自然 种植树木好减缓洪水速度 我们把房子拆除 然后拆除那些地方 开放空间 保护房地区 洪灾区 洪灾区在气候变迁下 等于不适宜人居 有些居民清楚明白 家园遭受天灾威胁 当然也有人不愿意卖房搬家 蓝田计划并非强制 征收土地要居民搬家 但以前的老邻居总是会来劝 面对气候变迁 地图上哪边是陆地 哪边是海洋都将改写 纽约德州爱荷华州 全美已经有八个州 陆续实施蓝田计划 美国防灾大撤离 虽然相当缓慢 但为的就是要顾及 民众不舍家园的心 东新闻 陈慧珍 林陈一报道 美军无人机 击毙伊朗军方高层 也就是第二号人物 苏雷曼尼 现在引发了美国 跟伊朗的关系紧张 伊朗从星期天开始 也为苏雷曼尼 举行了国葬一连三天 有近百万的伊朗人上街悼念 还有人呼吁伊朗人应该要捐款 凑出了八千万美金 好当猎杀川普的悬赏金 人山城海 伊朗最高军事领袖 苏雷曼尼的灵车 缓缓经过 周日起伊朗举行盛大国葬 将近百万伊朗民众 穿黑衣上街 送伊朗第二把交椅 苏雷曼尼最后一程 分动的伊朗人民 甚至呼吁要伊朗国人 共提时间 每人捐一美元 拿出八千万美金 二十四亿台币当悬赏金 去美国总统川普的向上人头 其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也同仇敌开 中东情势因为美伊关系紧张升高 伊朗国家电视台几乎同一时间 也报道宣布 伊朗将不再遵守2015年核协议 伊朗政府决议减少履行伊朗核协议 第五阶段的具体措施 德国法国和英国领导人 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德黑兰克制 六号伊朗克的美国驻巴格达使馆附近 有美国使馆在内的绿区 更有三枚短程克迪沙导弹坠落 另外三枚火箭炮则击中附近城市 比如总统川普在推特普文 如果伊朗攻击任何美国目标 美国将迅速报复 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前领袖 更在苏雷曼尼国葬上宣称 伊朗也会对美国盟友 以色列进行报复 美军击杀中东跌亡苏雷曼尼 让中东反美和反以情绪高涨 就怕美伊军事冲突恐怕难以避免 东东新闻 江一清零配报道